仍在观看YouTube的朋友们,小K提醒大家,本视频部分内容超出普遍认知,请理性观看。 同样作为四大文明古国,古中国和古埃及是什么关系?中国人究竟起源于哪里?人类文明出现之前,地球上是否曾有高级文明? 今天,我们来探索一下这些谜团,接下来的部分内容包含猜想和推测,没有相关权威科学证据,请理性观看,请不要过于当真。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分别是古中国,古巴比伦,古埃及,古印度。西方对文明史的定义,必须具备三大要素。 一,国家形式的出现,二,使用文字,三,青铜器的英语。这三点都是基于考古学的实物证实,而文献记载则不能作为评设。 从这个标准去看,两核文明有过六千年,埃及文明有五千年,以及印度文明有四千年,而我们华夏文明大约有五千年左右。 而古中国和古埃及究竟存在什么关系? 青铜器的应用是作为文明判断的其中的一个标准。 世界各地进入这一时代的年代有草有朗,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公元前四千年已使用青铜器,英语和埃及在公元前三千年也有了青铜器,华夏文明则在公元前三千年前掌握了青铜野链技术。 由此来看,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最早掌握青铜器技术,并且它还有着世界最早的文字、数学、天文、地理、建筑等。 在我国的考古中,也有不少上古遗址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星堆遗址。 这个遗址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,出入了大量的西式国宝籍文物。 遗址如今南距离成都约40公里,本地特征25公里,在四川省广汉市长西7公里的位置,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虽然经过这么久,但如今这个遗址还存在许多青铜谜团。 首先,三千年前的华夏文明可能才刚刚使用青铜技术,而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看起来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了。 并且,它们和同一时期出土的其他中华文物,造型和风格上有着很大的区别,而对于这些文物并没有任何相关文字记载。 有学者认为,这可能是外部文化和自身文化融合之后的场合。 但这所谓的外部文化,究竟又是来自何方? 近年来,国内很多学者从文字、文物、文献等各个方面研究之后,认为古中国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存在很多共同之处。 曾担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文摩洛人为,十二臣本来是黄道周天的十二宫,是由古代巴比文化来的。 为此,他做了系统中密的论证,由小见大,从干之入手,看好远古中外天学交流。 虽然他的这个说法没有成为定论,但是提出的各方面证据有很多,虽然每条证据都不算过硬,但综合来看,也很难全部都以偶然或巧合来解释。 另外,近代分子遗传学盛行后,世界各国科学家通过对基因的研究之后,提出了现代人的祖先是从东非大陆走向全球的观点。 因此推测,人类的起源都是来自一个源头,而人类文明的起源可能也是来自同一个源头。 虽然同源说具有一定的争议,但是一系列的证据和规律表明这一切绝不是巧合。 通过追溯最早的文明起源得知,梅索布达米亚文明是亚洲三大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,另外两个发源地是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,以及英国文明。 苏米亚文明,古巴比伦文明都算是梅索布达米亚文明的一部分,他们共同组成了梅索布达米亚文明,它比古埃及文明整整早了三千多年,而金字塔的早期建造技术,数学和天文知识等也是来自梅索布达米亚文明。 通过这一系列的结果来看,有没有可能我们华夏文明的起源是否与梅索布达米亚文明有关,而我国三星堆出口的文物是否也是包含了梅索布达米亚文化。 梅索布达米亚人曾经是非常长盛的,他们建立了许多的城市,都分布在后来苏米亚人带的地方,所以后来的研究者们就认为,这个梅索布达米亚人是跟苏米亚人有着一定联系的, 可是研究者们在研究这个苏米亚人时发现,苏米亚文明就像是凭空出现一样,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起源地在哪里。 玛雅文明是拉丁美洲古代印第安人的文明,在玛雅人的记载里都说过, 梅索布达米亚文明是根达米亚文明的后裔,根达米亚文明是地球上的第一个太阳系特应的文明,也叫超能力文明。 根达亚为人只有一米多高,长有第三只眼睛具有某种精神的能力, 但最后因为地球磁场变化而导致这个文明,毁于洪水所引起的大陆传闻。 另外,在三星堆出口的文物中,有一个青铜神术最为神明, 有不少学者认为,青铜神术的形象与《山海经》中的神术扶桑的原形是一样的。 要知道,《山海经》是一部非常荒诞的奇书,书籍虽奇,但记载的都有原形, 如果真的是这样,那么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不是神话传说, 有没有可能是史前文明?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史前文明。 从当前发掘和发现的各种不同史前遗迹中, 各学家也发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物, 比如在三叶重的画石上,居然发现了六亿年前至二点五亿年前穿着鞋的人类脚印, 在二十一世纪的与州江峰国,发现了二十亿年前的大型烈士合法律规, 在南非也发现了二十八亿年前的金属球。 对此,科学家提出多次史前文明的理论猜想, 认为地球上曾经有过多次史前人类文明, 人类文明是周期性的, 但这些发现究竟是史前文明留下, 或者是与远古外星文明到访地球有关?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, 欢迎在评论区中写下您的想法,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 请帮忙点关注和点赞, 感激您的支持, 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